信音騎射以及馬刀衝鋒的表演 所以平常一隻都沒有看過 我相信這個非常非常非常難看到 所以這次主管他會特別邀請到專業級的老師來到現場 這個秀在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也有表演過 甚至是在故宮也有表演過 所以你沒有機會去看到的話 今天真的是一定要一探究竟 好 當然呢 我們今天的活動即興生事開始 所以現場的貴賓們也可以來到我這一區對方最佳的位置 對面的民眾朋友們要不要稍微移動一下 待會的話 奇數的話這一邊會看得比較清楚喔 因為背面的話可能會直接看到背板 就沒有辦法看到如此的精準 這邊真的很厲害 好 來 我們站在這個位置都可以 那如果比較小的小朋友我幫你問一下 好 如果說你是比較小的小朋友的話呢 你可以稍微站上來舞台上風 但是要請家長幫我稍微注意一下腳邊喔 好 我相信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會看不到對不對 沒關係這邊可以稍微讓各位站一下下 但是請各位家長務必幫我在小朋友身邊 注意您的腳邊 那麼這邊的小朋友我們不要站邊邊喔 我們不要站邊邊 我們站進來一點點 好 站進來一點點 來 我們左邊右邊這邊都可以直接站 好 提醒一下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不要用自拍棒也禁止使用您的閃光燈 好 這個現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今天的馬屁是非常敏感的 非常敏感的 所以如果說您是有手上有手機的話 幫我注意一下下兩個禁止 一個禁止自拍棒 第二個就是禁止打開您手中相機裡面的閃光燈 好 一樣給我們幾分鐘的時間 馬上就要正式來進入今天的重表演 嗯 嚇幾萬 還沒嚇 現在還要嚇 你覺得不惜虧 在賣些閃門 要啊 我們總理那個藥房 現在就變啊 你吃完我那邊還很多 有啦 有啦 而且接下來的表演也將非常的精彩 包含有迅音齊勝以及馬刀衝鋒表演 大家可以看得到立如美的張力 所以今天應舉人的掌聲給大家 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他手中的這一支呢 今天使用的猛禽就叫做哈里斯音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今天有一點點微微的風 或者是馬踢往前的時候呢 他的翅膀 他的翅膀其實是順風展翅的 逆風展翅的 好 更正一下逆風展翅的 那麼這一次除了這個哈里斯音之外呢 台方開放合法 可以飼養的總共有五種 如果你在其他的地方有看過的話 也包含有立翅音 好 剛剛說到的哈里斯音 蒼音 有準 紅淵以及紅尾淵等等 好 紅尾狂 更正一下下 好 我們確認我們現場的音樂 如果ok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了 好 我們有請大哥音樂 好 我們稍等幾分鐘的時間 好 給我們幾秒鐘的時間 我們安排一下現場的音樂 那來這邊呢 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表演內容 剛剛有說到第一個是訊音 剛剛呢 大家有默默的看到 老師走了一圈 好 今天猛禽呢 我們哈里斯音 那結束之後呢 有兩位老師來到現場 一位是中國華中老師 那麼另外一位呢 一樣來自於新竹的曾老師 也來到現場 曾冠玉老師來到現場 要表演的是騎射秀 那麼騎射呢 非常非常的特別 因為他一邊騎乘你的馬匹 一邊要非常的準確的射在 各位看得到左邊右邊 各有一個劍拔對不對 各有一個劍拔上面 那我們這裡有非常非常的特別 兩位老師 兩位老師都會使用 不同的射箭方式 不同的射箭方式 那會請我們這現場的老師呢 稍微等待一下下 好 稍微等待一下下 那麼大家也會發現說 欸 這一次的服裝 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麼如果說沒有在其他地方 看過這樣子的秀的話呢 都會發現說 欸 我們每一次的服裝 就略有一點不同 非常非常的特別 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機以及相機 但是記得不要打開閃光燈 因為今天的動物們都是非常敏感的 好 非常敏感的 所以請大家呢 務必幫我遵守一下今日的規則 如果你身邊有小朋友的話 別請小朋友不要進入到場區內了 好 請小朋友不要進入到圍欄的場區內 好 所以呢 請大家務必幫我注意一下以上的規則 那麼最後呢 我們會進行的是 馬刀衝鋒表演 好 一樣同時 在洗毛的同時呢 揮舞身上的刀劍 揮舞身上的刀劍 待會也會一定的 再來跟大家做更詳細的解釋 更詳細的解釋 那麼在這邊呢 還要同步的跟大家 來稍微提醒一下 除了我們現場的錦標賽之外呢 各位的這個方向的左前方 有沒有看到非常多的白色帳篷 好 白色帳篷 這邊除了有迷你馬的騎乘 有DIY的活動 還有非常多的美食專區 所以你剛剛還沒有過去參觀啊 或者是開始DIY的話 待會大家也可以利用幾分鐘的時間前往 那麼下午的比賽更是精彩 因為有小小騎士來了 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我們現場的布置開始在改變 我們下午會有更特別的布置方式 因為早上是成人比較專業的部分 下午呢就是趣味競賽了 趣味競賽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今天來的年齡層 除了大人之外 也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沒錯 因為今天呢會有兩個組別 兩個組別要現場 好 接下來呢馬上就要來進行今日的活動 好 接下來總是歡迎宋國華老師 Woo 好 首先呢 今天一樣實用的龍青 卡里斯丁 你會發現展翅的狀態非常非常的帥氣 原產地從北美洲南美洲通通都有分布 那麼它同時也是群聚型的一種 密封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會像是黑霞 那麼在古代呢王爺或是將軍在秋天的時候 都會帶給軍隊和護衛軍進行秋季狩獵 這也靠翔加賽同時的凝聚傷心力 並保持一定的戰鬥 士氣免敗落 而今天的音樂 非常地倡服 配合 你的馬術非常地訓練 非常地具有 具力 非常地帥氣喔 好 那這個呢同時呢 也是維廉前進行的騎馬訓音基礎訓練 那麼這項訓練比同時呢必須有 人、馬、鷹三個部分 那麼接下來要來表演的是騎射 那麼騎射更是特別了 騎射同時是馬術以及射箭 兩種運動的結合 好 同時給老師一個掌聲好嗎 好 一樣剛剛有講到呢 後面中華華老師後面 這是我們來自新竹的曾冠玉曾老師 而兩人呢使用的不一樣的方式 我們進行射箭 那麼曾老師使用左手拿弓 右手十箭 而我們的曾老師呢 射箭的方式跟我們不同了 如果說他有射中的同時 我請他給他一個熱情的掌聲喔 好 一樣可以的賽季 大家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往重新走了 如果曾老師使用的是 拌拇指射法 利用拇指的低關節 與食指相扣 並且同時利用 牛指第二關節扣斜 最重要的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要射得準的話 你的眼睛同時還要瞄準 所以這個運動等於是 非常非常難的一個表演喔 如果待會老師進入到您的正前方的時候 也可以給老師一個非常熱烈的掌聲好嗎 好的 非常精采的表演 另外這邊呢 同時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中國華老師使用的是 手手拿弓右手持劍 同時還要拉弓斬斜 這個時候呢 我們攻擊手標 非常好的 馬背平衡能力 因為這個時候呢 等於你的手上 需要是空的 最後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變得不一樣了 接下來進行的是 馬刀衝鋒 一樣表演者是 鍾國華鍾老師 好 現在我們鍾國華鍾老師 表演的是馬刀衝鋒 那麼在弓箭射完之後呢 在敵人趕快上街時 就需要衝刀往前衝刺 所以這個衝刺的瞬間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科普華的刀刃 用馬刀的衝刺 加上加速度 在古代的時候 是用來劈砍敵人的頭 手 隔壁 或者是馬刀等等 那麼各位會發現 老師只用單手 也就是單刀 一手必須控制僵繩 一手進行砍殺的動作 同時也可以用雙刃 好 接下來越來越特別了 左手以及右手 不持將繩 左右手各持一把彎刀 給老師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嗎 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需要左手 右手放開 並且用身體 摸住 來控制馬刀 好的 這一次給予老師熱烈的掌聲 非常非常的精彩 這樣的雙刀的同時呢 左右手各持一把彎刀 可以利用馬刀的速度 斬殺敵軍 破壞敵人的陣型 所以現在呢 兩位老師都已經在 我們今天的舞台上頭了 你們發現 單手控制馬匹 加上一手 腰握持彎刀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簡單的 好的 今天呢 董貝先生的表演 非常非常的精彩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曾老師往另外一個地方移動 接下來為我們帶來 怎麼樣精彩的表演呢 非常的有氣勢 給他一個熱情的掌聲 好嗎 嗚 嗚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古代戰爭時候 兩位騎士對決的瞬間 兩位戰將爭鋒相對的時候 兩位都騎著馬匹往前 大動一揮 哇 究竟是哪一位的頭被砍下來了 好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古代的畫面喔 那麼這樣的馬術在外面也是非常非常難看到的 非常的精彩 包含今天的聖音 騎射以及馬刀衝鋒表演 再次感謝 鍾老師 以及曾老師 兩位老師 再次的感謝二位 給他們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恭喜 感謝感謝 好 今天的迅音 騎射以及馬刀的衝鋒表演 好 接下來我們也請兩位老師先稍坐休息了 好 大家剛剛可能會覺得說 哇靠 騎得很帥對不對 很想要自己來試試看的話 記得在此題的請大家 在面對舞台的右手邊 或者是你在觀欄台這邊的話 是你的左手方 這邊可以騎迷迷馬 好這邊有迷迷馬的騎乘 所以呢 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說想要來試試看 想要來騎乘的話 也可以稍微移動一下腳步 好 再一次的掌聲熱烈 感謝我們兩位老師的表演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下午的比賽